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开始填这个表剩下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显然是更为困难一点 所以例如说我们现在想象 我们要填B43这个值好了 那B43这个值我们可能可以从哪里填起呢 那我们其中一个想法是说 B43这个值搞不好跟前一排的B3 多少的这些值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因为43的意思是四个点 然后任何三个点不能shatter 那我往3那边走的意思是什么 就少一个点 也就是说我把我四个点遮掉一个点 或者我本来是三个点加上一个点就变成四个点 所以也许这两个之间又会有关系 那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我们想办法要把B43这个跟3多少那边建立一些联系 好,那那些是不太容易做 所以呢,我们为了具体给大家看 我就做一件事情 我说,哎呀,我是自信系出身的 不然我来写个小小的程式好了 我的小小程式会什么 它会搜寻所有种各种不同的dichotomy 我要B43,所以这是 我有这个长度是4的vector 总共有16种这些不同的vector 然后呢,我从这16种vector里面 去选各种不同的dichotomy set 然后看看有没有违反条件 什么条件,任何三个不能够shatter 好,所以我就去做了一番搜寻的动作 然后搜寻什么 搜寻最大的dichotomy set 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B这个暗数 这上线暗数里面要算的事情 好,所以我算一算以后发现 哎呀,好,可以长这个样子 说,哎,这11个dichotomy 就是我的B43的解 好,这是我写一支程式去算 大家先不要问我怎么算出来的 反正我就写一支程式,程式跑2的16次方 对他来说没什么,咚咚咚咚咚咚,就算出来 好,算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我们又多记了一个,在我们原来表里面说什么 说,啊,B43是11,所以我现在可以填这个 11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来分析看看 好,那我怎么把11这个值跟前面那一排的那些值建立连结 搞不好大家看到,哎,4跟7,哎,大家想说4加7是11啊 可是,哎,这毕竟不是只是小孩这个玩一支游戏 我们如果要说11是4加7的话,我们好歹也要举出一些理由来 好,要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把刚才那个B43的这个解 OK,我们把这个称之为一个解 我们把这个解做一个整理 整理成什么样子呢? 好,大家看到我这边用两种颜色 一种是橘色的,一种是紫色的 好,橘色的这些解 OK,我把这些解,这个左边那些解做了一些排列组合 橘色的这些解有什么特性呢? 橘色的这些解都是放闪光的 在台湾这边我们通常讲放闪光 叫做成双成对 好,什么东西成双成对? 我们如果看,OK 他例如说,好,我这边有1跟5这两个dichotomy 1跟5这两个dichotomy呢 他的X1,X2,X3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X4呢,成双成对 什么成双成对? 一个是圈圈,一个是叉叉 同样的呢,2跟8 这也是成双成对 OK,前三个一样的 后面一个是圈圈,一个是叉叉 好,所以我有四个成双成对的 OK,这些四对放闪光的情侣在这边 然后呢,还有三个什么呢? 还有三个形单影值的 形单影值是什么意思? 好,他在,例如说6号这个 他有X1,X2,X3,X4 有没有1到3跟他相同 然后4不同的那个人? 没有 好,所以6号我们说 他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7号我们说他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9号我们说他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好,所以我们把B43的解 分成两个部分,成双成对的部分 根据什么成双成对? 根据X4来看成双成对的部分 还有这个形单影值的部分 好,我们用橘色跟紫色来做代表 分成这两个部分有什么好处呢? 好,首先我们就说 好,B43的数量是11啊 11就可以用这两个部分加起来 好,前面橘色的部分 我们说橘色有几个 我们说他有2α 那个2是成双成对的意思 所以α是4,然后成双成对 所以总共有8个 然后呢,紫色的部分 我们说他有β格 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3个 那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把X4遮掉 只看X1,X2,X3的话 我们先来看看说 所以我们这样有几个dichotomy 我们有α加上β那么多个 因为那些成双成对的都被算成一个了 OK,这个没有算两个人,算成一个 那β它本来就形单引直 所以β也是算一个 所以我们总共这里有α加β这么多个dichotomy 这些dichotomy在什么东西上面? 在X1到X3上面 好,那我就要问大家了 我们之前说什么? 我们说B43说的事情是 任何的三个点不能shatter 那任何三个点包括不包括 X1到X3的三个点 包括 所以任何的三个点不能shatter 我这边的dichotomy 在X1,X2,X3上面 也不能shatter 不能shatter代表什么? 代表我今天 α加β 也就是说我现在产生出来这个dichotomy的数量 一定要比什么东西小 我有三个点 任何三个点不能shatter 最多最多多少?最多最多B33 所以我α加β是其中一种 可能比较小不知道 有没有真的strictly小于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反正一定是小于等于 绝对不会是大于等于 好,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说什么? 我们把X4遮掉 遮掉以后 那些乘双乘对的 通通只算一个 那些形单引直的 本来就算一个 那这些数量加起来 要小于等于B33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 把B43跟B33 往前一格的 作为一个连接 好,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们今天把X4遮掉 不过同时 我们把紫色的丢掉 或者我们只看橘色的部分 这样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橘色的部分是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 橘色的部分是 X4里面已经成双乘对 那这样 如果我能够在X1到X3里面 找出两个点 找出两个人说 我把你们KO掉 那这两个点 跟X4配合起来 就会发生什么事? 就会发生 这两个点加X4 三个点被KO掉 三个点被KO掉 就是什么? 发生了shatter 不对啊,你说 我们之前说 这个条件 就是三个点不能shatter 对啊,三个点不能shatter 所以在这里 我们在X1到X3里面 两个点也不能shatter 对不对? 如果两个点shatter X1到X3两个点shatter 加上X3 X4 三个点shatter 我们就死定了 所以X1到X3 如果我只看橘色的部分 X4还是遮起来 只看橘色的部分的话 任何两个点是不能shatter 所以橘色的部分的数量 橘色是多少? α α要比B32还来得小 三个点 扔两个点不能shatter 好,所以整理起来 我们说B43 我们刚才是什么? B43先列出来 它是两个α加上β 我们说α加β 这个要比某个东西小 β 对不起,α要比某个东西小 所以这样推论起来 B43要比两个东西加起来小 哪两个?B33跟B32 好,如果你用一样的证明的话 你应该可以很容易的知道什么? 知道 我今天就把4换成N 3换成K 一切的证明有没有变? 没有变 做出一组解 唯一的差别可能只是 我不是真的叫电脑跑出一组解 我是脑袋里想象一组解 脑袋里想象这一组解 一定要满足什么性质? 一定要满足说 它有α部分 有β的部分 α加β要小于等于什么? α要小于等于什么? 所以加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也就是说 我现在开始可以填这个表了 开始可以填这个表 但是OK,不是真的填说 那个表那格是多少 而是 我可以填这个表的上限是多少 什么叫上限是多少? 好,我们刚才例如说 好,这一格 这一格是5 OK 然后5并不是它真正的值 至少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是不是真正的值 但是我们知道我可以从这个值跟这个值 两个值,然后1跟4 两个值加起来来说 它的上限是多少 又或者 好,我现在知道这个值是11 我现在知道这个值是15 我就可以知道 在54的这一个的上限是26 好,所以我就可以一路填下来 这一路上限往下 那当然从两个上限 也可以继续估计下一个上限是多少 好,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表一路填下来 只是在上面加上这个小于等于的符号而已 好,也就是说 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说我们从成长函数到上限函数 到上限的上限 OK,我们现在会做的事情 实际上是上限的上限 OK,就是说我们一路往上上限下去 好,那有了这些以后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证明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上限函数 会被一个上限的上限 就是上限上限长这个样子 它是submission 然后i从0跑到k-1 记得k是什么 k是我们的那个breakpoint 露出一线曙光的地方 然后n取i这个组合的函数 好,我们在讲这个东西 可能可以怎么证之前 我们先看看 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是因为这个里面的最高项是多少 这个里面最高的那一项 就是n的k-1次方 我如果给你一个成长函数 k已经确定了 例如说我给你2D perceptron k是4 好,所以那它的这个上限的上限 最多最多最长怎么样 就是找n的三次方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 你说这东西怎么证呢 这东西的证明的方式 实际上就是你可以用 我们刚才已经给你那个表了 那个表有边界情形 然后呢 我们刚才已经给你什么 我们已经给你一个第一回事 这个第一回事 可以让你用数学归纳法 做推论说 好,如果我小的情形成立 往大的那边推的话 这些情形会成立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归纳法 所以我们在这里 并不详细跟大家讲 不过好消息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说什么 成长函数会被上限函数放得住 上限函数会被上限的上限放得住 上限的上限会被什么放得住 会被某个多项式放得住 这个多项式跟你的break point 跟你一线曙光那个点有关 所以你只要你原来成长函数 有那个一线曙光那个点 那就不要怕你最后最后 一定会是个多项式 好,那这边顺道跟大家提一下 这里我们说写这个小于等于说上限函数 然后有个上限的上限 这里实际上最后我们 如果你认真去证的话 可以证明它是等于的 只是用到的证明技巧 跟我们这边讲的不太一样 如果你是对数学有兴趣的人 欢迎你去试试看 挑战一下去证明一下说 实际上这边是等号 并不只是小于等于而已 就是说你要证明另外一个方向 你要证明那个大于等于那个方向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 我们有了这个上限的上限 那有些什么例子呢? 我们说好,我们检查一下 我们之前说过positive rate 我们知道它的成长函数长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它的一线曙光的点在哪里 在2那边 所以如果我们在橘色这里 把这个上限函数列出来的话 A上限函数是n加1 成长函数有没有比上限函数还小 一个是n加1,一个是n加1 两个是一样大 所以这个小于等于是成立的 如果呢 今天是这个positive interval 也就是说 我们也有它的成长函数啊 我们说它的成长函数 是这个n平方的这个式子 那我们说它的一线曙光那个点在3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上限的上限 列出来的话 上限上限长这个样子 两个 这个成长函数有没有比较小 有其实两个一样大 其实两个是一样大 所以这个不等式也是成立的 那对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这些 这些的成长函数 我们都列的出来 所以对我们来说 不是太重要 对我们重要的是哪一个 我们目前还写不出成长函数的 那个2D的percentral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它第一个一线曙光的点在哪里 在4 所以我们写得出来 它的上限的上限最多是多少 但是我们目前实际上 还不是完全清楚它的成长函数是多少 好 也就是说 只要 OK 这个你的MH多复杂没有关系 但是你只要找得到一个一线曙光的点 那用我们这里讲的东西 你就可以去做上限上限 然后说整个成长函数最多最多 就会长得更多像是一样快 好 所以呢我们这边再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这个练习 说如果我现在想的事情是1D的percentral 大家记得是positive跟negative的rate 那我们三次已经算过了 它的成长函数是2n 那也就是说 那如果你看看说它的break point在哪里的话 你可以看看说下面哪一件事情的性质是不对的 好我们希望大家看一看以后呢 能够发现说 欸不对的那个性质呢 是3号的性质 也就是说实际上它的成长函数 跟我们刚才那个上限的上限 并没有相等 它是真的是小于的关系 那个 并没有这个等号的这个发生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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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